Hello 大家好 我是班大师 欢迎收看本期的关讲剧来观察一把容容的蜘蛛啊 拥兵机械前锋加祭司 哎 我们之前观察那把好像就是这个之龙 上来遇到了一个机械师 前面应该是看见这个娃了 那顺势可以打一波 这边戒时要双操 那娃娃要反向往那个海边拉 这里的话容容这边压根就不管了 哎 你二往哪儿拉往哪儿拉 我先把你击倒了再说 这里有个前锋帮忙下块板子那很重要 不是 前锋帮忙下块板子 戒司兵应该要吃刀了 这个位置的话 因为戒司跟蜘蛛来博弈 一个加速上来 要么抽一刀 要么就是过班打一刀 这打动的概率还蛮高的 一连蛛丝 两连 第三连蹭边 好的 第三连 这蛛丝 哇 这蛛丝放的也忒流畅了 我又要想骂人骂脏话了 哎 再一个闪现带走 讲道理这个局 与穷者想征胜比较难 但有一输一呢 这套阵容 哎 这边 哎 反向绕绕绕绕 骗红光 哎 这波反绕拉过来 压住这个点位 闪现看能不能省下来 闪现省下来 其实打这个戒司的话 闪现省下来的就是看追双岛了 抽到 没抽到那闪现要交了 嗯 这闪现省下来的话呢 就看打双岛了 因为他可以 戒司走不了的嘛 除非拉拉洞什么 拉拉洞这我们就不去盘了 正常来讲 比如说有个闪现呢 就是佣兵过来或者前锋过来 吃一刀救下人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个闪现呢 闪现直接追一刀 这样的话再去处理戒司 因为戒司走不了嘛 那就是一个保平真胜 现在的话呢 容容是能保平 但不一定能真胜的啊 球场这里的话 因为有个祭司在外面 祭司大动联好 去补队友的机子 其实机子不会差特别多的啊 看看娃娃这边的话 已经摸上了 再修 大动的话 连的是小房 戒司想走小房不太能行啊 这边卡住啊 打一刀 好 这边双岛应该追不了了 别走一起就行 对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到没有 当时佣兵其实想往里面走的 然后发现这里戒司往里面走了以后 瞬间就是反走了 一定是拉开的啊 戒司这边的话 想要挪个位置倒 挪个位置倒 就是更靠近前锋那边 这应该是有过交流的 因为半仙跟自闭应该是开黑的嘛 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呢 前锋过来会更快一点 前锋的机子不会被干扰 因为前锋机子能修掉 所以这样的话呢 离前锋更近一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祭司的洞 祭司的洞也在这边附近嘛 如果说这边前锋能救下来 然后戒司强行冲动 如果这边闪现已经交掉 没有技能的话 断一波节奏 全日就有机会了 吐一口 好的 吐住 这怎么说 拉球吧 对对 拉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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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两秒钟 两秒钟两秒钟 救下来 好的 吐 打一刀 打一刀 这边距离上面来看 想要穿这个洞 好像不太能行 前锋这边来保 保是肯定保不了的 蜘蛛这边留了蛛丝的 你敢来保 你敢来保我这边那边减行 然后秒你 这边就看一眼 吐一口 没吐住 减行 还骗一手 好 柔轮在面对前锋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过两次了 这是第二次 就是用减行 不跟你 钢了 对吧 我蛛丝交了 我不亏的 就是你可能赚 赚不到东西 但是你绝对不亏 这也是他的打法 现在被很多职业选手 认可的一个原因 就是 大家对他的评价 就是这个人 你打他 对吧 能不能打 能打 职业选手能打 但是呢 你很难赢 他的保平能力很强 可惜 年纪也小了点 要是能打比赛就好了 这个打比赛 现在大家说的这个年纪 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多大 大家说的12、13岁 那还差个四五年呢 这里的话 祭司有个大洞 手里有传送 祭司必须穿洞走 祭司必须穿洞走 但是他最好是拖一拖 拖一拖 这边 反绕过来 洞先给你打了 然后这边 两连蛛丝 三连蛛丝 还在防 还在防 这个大洞 如果说能让蜘蛛打掉的话 这个祭司不一定能走 刚才这边祭司穿洞 那荣荣这边可能就传送了 但是拥兵其实是个铁屁股 我觉得祭司穿洞 荣荣传送 球者还是有机会的 这边再来 好 捞下来 没有搏命 两个人穿洞 可以 这波祭司也是拉到机会了 但是你说真的 这两个人都要能走 我觉得有点难 这样的话 祭司趁着拥兵牵制的时间 祭司去点大门 佣兵这边拖着 然后跳地窖 有没有可能 也就是选择不管佣兵 找祭司 这波祭司的一个拉扯 救下这拥兵还是蛮关键的 要不然的话 感觉这个局偏多一点 现在的话呢 因为荣荣这边选择的一个 追祭司 我觉得是比较稳的 你追佣兵的话 真的祭司门开了 对吧 这边就跳地窖了 但是你选择追这个 追佣兵 那可能佣兵能跳地窖 但追祭司的话 这边门点不了 那有个传送 我还能再考虑 动不打 看大局关 先排 先排 排点 确认 这边耳鸣没有 再传送 过去拦住口子 人在外面 哇 这怎么感觉跟 你还敢来 还撞我 佣兵这边过去 想要去捞人 一个护臂 捞蜘蛛的话 再撞 不管啊不管 这边前锋的话 因为你没有挽留了 前锋这边尽可能拖时间 给佣兵争取时间 去把这个人捞下来 一个护臂交 能救 能救 能救下来 能救下来 但是因为门没点开 所以这两个人都想走 有点难 一口蛛丝吐到了还 吐到了这边强行拉大洞 那先把佣兵拿了 先把佣兵拿了 这边祭司 你能走你就走吧 非常非常的求稳 当时他要去打祭司的话 好像打祭司这两个人都走不了 确实好像打祭司这两个人都走不了 想一想是这样子 但是当时我第一反应也是打佣兵 佣兵一刀没 先把这佣兵留下 这样的话至少是个平局 可以可以可以 没什么问题 改到这个本期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